TASC 為了興趣去使用 熱愛攝影的朋友 相信鏡頭都有很多支 錶都可能不止一隻 不過有沒有一隻錶可以代表你呢? 今天跟大家開箱的 就是TASC 的 ABL II 房鏡頭自動機械錶 今次我們還有十周年的限量版 這隻是TASC為了興趣去十周年而推出的限量版 究竟限量版和其他版本有甚麼分別呢? 首先6時為止寫了Limited Edition 而秒針有十周年字眼 至於背面也同樣有十周年Limited Edition 而錶新的設計和其他版本一樣 讓我快速和大家重溫一下 錶學採用堅固316L精鋼物料 外面依然是可以轉的金屬圈 模擬鏡頭變焦環 側面就有仿舊相機的紋理 錶罐就有TASC 的 Logo 旁邊是手錶震動頻率 另一面就有錶的編號 直徑47mm錶身 夠了份量 它的藍寶石錶鏡加上防源光塗層 而且還有魚眼的效果 更加像真的鏡頭 加上透明錶底設計 可以突出錶心的運作 它採用了日本21寶石 Miotta 8 II S0機械機心 可以自動或手動上鏈 以及儲存42小時的動力 另外也有夜光技術 以及100米的防水功能 其實我們之前也開過 這個系列的Black版本 不過大家是否看到盒子好像不同了呢 雖然都是木盒和側面有貼片 但是TASC為了慶祝它的十周年 正面這裡也強調SINCE 2010 所謂物以罕為貴 Limited Edition全球限量只有500隻 加上它的房鏡頭設計這麼特別 真的很值得收藏 除了Limited Edition之外 我還喜歡它同系列的GOLDEN HOUR 它的錶帶、錶殼配上錶面的顏色都蠻特別 不知為何會令我想起日落黃昏的浪漫 不過如果讓我選擇也會選擇皮帶的版本 因為感覺比較Vintage 想要不同顏色、不同配搭 不用擔心 TASC十周年除了推出AVL2 Limited Edition 連同限量版 還一次推出了十種不同款式 一定有一種適合你的 看完是不是有點心動呢 現在透過DCViva買 還有折扣優惠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按下留言 看看吧 啊!快要父親節了 買一隻送給爸爸 好啊! 想第一時間知道更多相機和科技 玩樂資訊 記得訂閱DCVivaHK的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小鈴鐺 也可以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再加上SeeFirst 我們下次再見啦!